好,前一段影片已经讲过如何去D一个E x 次方的指数几数最重要的部分 那我们就是时候重温一下 以前学过,基本上我们构成的元件单单只有这个未分法 就是把指数抽出来,就变成N-1 次方 但这次就不同了,我们可以处理的是,例如2 的 x 次方这一类 当然,大家先说回E E 的 x 次方 D 就会变成一样E 的 x 次方 但大家小心留意这两个决定性的不同 就是这个底数是变数,指数是固定的 所以才是以前学过那种 但现在新的这个有什么不同呢? 底数是固定的 无论是E 也好,2也好 但这次是指数的输入不停地变化 那我们有了这个,我们也是用回共通的法则 即是以前学过即法则 保留第一个 D 第二个,再加保留第二个因素 D 第一个因素 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 以及链式法则 如果它是符合几数的话 那我们是处理了外围D 然后再处理里面 例如,现在有个几数 E 的 Ax 加 B 次方 那要解决了它到底道数是什么呢? 当然这题目要求你用基本原理 但我们尝试用了一些法则 然后看看答案是否正确 再做基本原理 如果我不是用基本原理 E 的 Ax 加 B 次方 首先它是属于这个福咸数的部分 外围E 的什么次方 我们懂得处理的 但我们之后再处理指数 正确实际是 E 的 Ax 加 B 次方 对应指数就是 Ax 加 B 次方 然后再处理 Ax 加 B 次方 对应 Ax 加 B 次方 虽然这么说,但实际没有人敢写 接着链式法则 因为指数和 X 是不一样 所以发动链式法则 第一轮 D 的外围基本上是没有分别 依然是 E 的 x 次方 只要处理 Ax 加 B 次方 所以这个 D 次方只剩下 A 次方 因为 B 是上数 所以答案是 A 次方 A 次方 这个就很容易 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用基本原理 用基本原理 这就等于 Limit Delta x 接近 0 改变很小 一个新的状况 再减去一个旧的状况 新的状况 即是输入是 x 加 Delta x 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你必须要把固定的部分和不固定的部分抽出来 好 实际是如何? 这是 E 的 A x 再加 B 再加 A 的 Delta x 次方 明显 E 的 A x 加 B 次方 这是一个固定的部分 所以我试试分架开 看看有什么可以做到 先 E 的 A x 加 B 次方 里面就剩下 E 的 A Delta x 次方 这是一个公因 留意里面是没有 Delta x 包含 所以好像一个常数一样 可以抽出极限以外 也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变的因素 在这里 好 那剩下的就是 Limit Delta x 接近 0 E 的 A Delta x 减 1 再除 Delta x 根据以前学过的定理 只要这两个一样兼斜很接近 0 就可以化为 1 他们现在两样东西都很接近 0 但并不是一样 当然改变这个份母 是比改变的指数更轻松 所以我就上下都乘以 A 避免数值改变 下面就会变成整个极限 变成一个 A 那就是 A 的 E A x 加 B 次方 就是这样